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 外媒热潮美国商务部计划对中芯国际施加出口限制 对内补贴 对外打压 为追求芯片霸权 美国手段尽出 阿财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卡地区的交火进入第三天 双方互相威胁 或将使用F-16战机和伊斯坎德尔导弹 学校点燃英国疫情新爆点 40多所大学报告感染病例 外媒记者走访中国校园 探寻超2.4亿中国学生安全复刻的秘诀 一分钟内全机沙带500下 印度7岁男孩有望打破亚洲纪录 美国一直在科技领域追求绝对的优势 对于芯片更是如此 在设计和制造等多个环节不断打压中国企业之后 美国政府又把目光投向了国内的生产环节 当地时间9月27号出版的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为鼓励美国科技企业将海外的芯片产能迁回美国国内 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在2021财年的联邦政府预算案中 列入总额高达25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 日媒认为 美国联邦政府向某一个特定产业 投入如此规模的资金实属罕见 但中国日益强大的科技实力让美国政府认为 必须对芯片这样的战略性产业加以保护 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实力到底如何 不妨来看两组数据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分析显示 按销售额计算 以英特尔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 在全球芯片市场中的占比高达47% 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韩国和第三位的日本 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另外一组数据则显示 2019年美国芯片产能占全球芯片总产能的12% 远远低于1990年的37% 目前全世界75%的芯片产能集中在东亚地区 其中中国大陆的芯片产能在全球的占比 已经达到15% 实现了对美国的反超 分析人士指出 近几十年以来 美国芯片企业大多采用了设计自主生产外包的模式 也就是将芯片的设计环节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把芯片的生产制造交给海外的代工企业 因此美国国内的芯片产能一直呈现减少趋势 除了英特尔等少数企业以外 包括手机芯片巨头高通 图形处理器巨头 英伟达等大多数知名芯片企业 在美国国内已经不再拥有大型生产设施 全球其实应该说开发芯片的软件 主要是由美国的三大供应商来提问的 大量的这种芯片的核心技术 也都是掌握在美方的企业手中 所以就是从这角度来讲 应该说美方在这个领域当中的技术制高点 使得它是非常有这种把控能力的 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 其实美国大量的芯片都是在海外制造的 但是美国出现过国家安全问题 或者说给它造成了伤害 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实力 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 在本月中旬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与中国 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相比 在美国建设一座芯片工厂的成本 平均要高出30%到50% 该组织预计 目前在美国新建一座芯片工厂 需要投入200亿美元资金 比一艘航母的造价还要多 其实在美国现在面临着 非常高昂的这种人工成本 另外就是人口老龄化 还有就是年轻工人的缺失 特别是熟练工人的缺失 都会使得制造企业 回到美国去面临着 很现实的这种招工难的问题 在美国现在由于很多制造环节的外迁 如果要搞这种工厂的这种上下协作配合 也是会存在着比较现实的问题 每一个制造商在美国都必须考虑 就是即使在搬迁成本上 政府给予了支持 但是这些工厂能不能在美国获得利润 能不能招到工人 能不能长期可持续的运营下去 都面临着很多的这种未知数 为了维持在芯片领域的绝对优势和技术霸权 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补贴 强推本国企业回流 另一方面使出各种手段 加大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力度 北京时间28号凌晨一点 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渡案 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高党法院再次开庭 此案的审理目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也就是孟晚舟的律师 以加拿大和美国涉嫌 程序滥用为申诉理由 要求法庭忠实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孟晚舟的律师认为 美方向法庭提交的所谓 本案相关证据明显不可靠 有七条证据表明 美方是在误导法庭 因此应该驳回美方的引渡要求 加拿大的法庭不应成为 美国司法部门的橡皮图章 预计此次公开审理将进行三天 如果孟晚舟一案是 美国打压华为使出的司法武器 那么政策武器就是 逐步收紧的出口管制 本月23号在上海举行的 华为全联接大会上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 美国持续地打压 给华为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求生存是现在的主线 他透露 9月15号美国禁令生效当天 华为才把最后一批芯片抓紧入库 具体的储备还在统计过程中 这是美国新一轮制裁生效以后 华为高管首次做出公开回应 华为近期已经开始向部分业务重心转向包括服务器在内的企业业务和个人电脑等其他消费电子产品 在全联系大会现场 记者也见到了不少智能应用 请配戴好口罩 我在现场的长官里是看到了这样一只机器狗 它是可以通过华为的云和AI技术来识别人脸 提醒大家提醒没有戴口罩的朋友戴好口罩 那我之前也了解到 这样的一只机器狗现在已经具备了量产的能力 可以在高温高压高危的环境中去工作 未来在工业包括救援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应用 另据英美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商务部本月25号要求美国企业在获得许可以后 才可向中芯国际出口特定产品或技术 不过中芯国际27号回应称并未收到此类官方消息 中芯国际是目前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芯片生产企业 在芯片自主化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如果美国真的对中芯国际实施制裁 将对多家重量级美国公司带来冲击 根据中芯国际的招股说明书 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 美国的应用材料公司和范林集团 分别是中芯国际第一大和第三大设备供应商 自2019年以来 中芯国际一与这两家美国企业 签署了超过20亿美元的订单 彭博社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表示 用所谓国家安全等理由 来解释美国对中芯国际等中企的打压 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其背后充满了政治算计 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 还有不到40天 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鹰派人士可能认为 这是进一步加码反华言行的最好时机 美俄战略核力量的博弈日渐的白日化 美军近日罕见地公开了核导弹装载训练的现场 并模拟了对俄军目标实施核打击 收到演练开始的命令以后 机组人员和地勤迅速奔向停机坪 经过短暂操作 轰炸机缓缓滑出停机坪准备起飞 根据美国空军发布的消息 9月21号至25号 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克斯戴尔基地 举行了战略轰炸机部队的紧急战备演练 目前美军永久部署B-52轰炸机的基地只有两个 巴克斯戴尔基地就是其中之一 常年驻扎在这里的B-52数量超过40架 在一连五天的演练过程中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核弹装载训练 美军官方公布的视频中 一车接着一车的核导弹 从弹药库运送至停机坪 之后再被装载到B-52的弹舱内 2019年美军将携带常规弹头的 AGM-86型空射巡航导弹全部退役 这意味着现役的AGM-86型导弹 全部都搭载了核弹头 每枚核弹头的爆炸当量高达15万吨 其代核弹头的AGM-86型巡航导弹 是B-52最重要的武器 该型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 这让B-52具备了远程发动精确核打击的能力 无需飞到敌方目标上空再投弹 美媒指出 如此完整的公开战略轰炸机 装载核导弹全过程是十分罕见的 此举向竞争对手发出的信号也毋庸置疑 更重要的是 美军不仅在本土基地 进行了核力量的战备演练 更是在俄罗斯家门口 直接来了一次实战模拟 25号 两架B-52从美军设在英国的基地起飞 目的地是波罗的海周边区域 飞行路线显示 轰炸机在飞越波兰领空以后 从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边境线上空飞过 这样的路线很快引起了军事观察家的注意 波兰与立陶宛之间的陆地边境线也被称为苏瓦乌基走廊 总长大约100公里 走廊的西北侧是俄罗斯的飞地 加里宁格勒 东南向连接的是白俄罗斯 很多西方学者和军方人士 把苏瓦乌基走廊形容为北约防线上最脆弱的一环 美国福克斯杂志网站就指出 如果俄罗斯想切断波罗的海三国 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联系 只需派兵封锁苏瓦基走廊即可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曾针对俄罗斯军队封锁苏瓦基走廊 进行过一次兵棋推演 结果显示 俄军可以迅速动员25个营 共1万人的地面部队 北约可迅速动员的地面部队 只有17个营6800人 而且俄军每一个紧急动员的营 都有坦克在内的重装备 北约装备装甲车辆的只有一个营 美国认为在地面上明显处于 劣势的情况下 出动B-52对恶手该走廊西北部的 加里宁格勒实施精确打击 也许是破解之道 此外进入9月以来 美军的B-52 已至少三次在飞越乌克兰领空以后 进入黑海上空执行任务 俄罗斯国防部毫不讳言 美军战略轰炸机现身黑海的目的 就是对俄南部军区重要目标 实施模拟核打击 其实从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来说的话 完全可以覆盖到俄罗斯境内 所有的目标 但是它会有重点地 对一些核心城市和核心区域 进行打击 比方说加里宁格勒 如果在这个地区部署导弹的话 可以覆盖欧洲大阪地区 现在关键是使用比方说B61-12 这种先进的精确制导的核打击 从事外科手术式的核攻击行动 这是它现在准备的一个药物 就是对于某些城市 像圣比特堡 莫斯科 加里宁格勒等区域进行打击 这个跟冷战期间 发动全面核大战有很大的区别 面对美国步步紧逼 俄罗斯自然也是不甘示弱 9月22号和24号 短短三天时间内 俄空天军两次出动 图160战略轰炸机 沿白俄罗斯西部边界 进行了针对性巡航 俄罗斯媒体还公开了 现役最新型北风之神级 战略核潜艇苍石内部 据《红星台》报道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核潜艇 刚刚结束了 为期40天的远洋巡航任务 返回基地 通过俄美镜头 包括核潜艇最核心的区域 总指挥站等清晰可见 美俄在战略核力量领域 持续对峙的一大背景 就是两国之间 唯一一份限制战略核武的条约 即将在五个月内到期 在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 俄罗斯总统普京特别提到 俄美尽快续约 对全球战略稳定意义重大 俄方一直主张应无条件续约五年 但美国一直有着自己的盘算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 美方官员上月曾向俄方提议 双方先短暂延长条约一段时间 然后就新的条约展开谈判 美方希望两国总统 在11月3号美国大选前 签署框架性协议 为新条约定调 不过俄方至今没有回应 让美国大为焦虑 美总统特使比林斯利甚至放话 如果俄罗斯在美国大选前 不同意签约 选后美国的要价 可就要高得多 俄美认为这样的表态 无异于向俄罗斯发出了最后通牒 亚美尼亚和阿塞外疆之间 在纳卡地区的交火 29号已经进入第三天 两国互相指责对方 向自己的领土开火 造成平民死亡 冲突已经从纳卡地区 蔓延到了两国接壤的其他地区 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排队参军的人 把兵议委员会的大门挤得水泄不通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27号 在纳卡地区爆发冲突以后 亚美尼亚政府决定在全国实施戒严 和军事总动员 军事动员的对象为18岁至55岁的公民 而冲突的另外一方 阿塞拜疆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并在全国范围实施了戒严令 在巴库的街道上 白天的情况让你看不出戒严令已经实行 萧敬从当地时间晚上9点 持续到早上6点 商店和咖啡馆不营业 不能离开家门 此外国家已宣布部分动员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就是兵议委员会了 62岁的巴巴耶夫苏联时期 曾经在军中服役 现在他又站在了自愿入伍的队列中 包括兵议委员会的负责人表示 目前志愿军只是后备军 只有在局势严重恶化的情况下 才会被召集入伍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争议领土 面积1.15万平方公里 有15万居民 行政中心是斯杰潘纳科特 冲突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 当时 纳卡地区宣布脱离阿塞拜疆 并要求并入亚美尼亚 这导致了两国间一直持续到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武装对抗 近年来 双方间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27号 新一轮对峙开始 29号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在纳卡地区的交火 已经进入第三天 阿塞拜疆国防部当天宣布 亚美尼亚军队29号早上7时30分起 炮击了阿塞拜疆领土 阿塞拜疆军队采取对等回应措施 摧毁四辆亚美尼亚坦克 亚美尼亚国防部表示 亚美尼亚军队在29号早上的战斗中 摧毁了敌人的装甲车 亚美尼亚总理首席顾问28号表示 正在为持久战做准备 与外国家的选边战队 也加剧了该冲突的复杂性 就纳卡地区最新冲突 土耳其第一时间表态支持传统盟友 阿塞拜疆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8号说 是时候结束亚美尼亚 对阿塞拜疆领土的占领 是时候追究他们的责任 亚美尼亚指责土耳其 从叙利亚北部调派4000名武装人员 并向阿塞拜疆提供战机和无人机支持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 当地时间28号 亚美尼亚驻俄罗斯大使 瓦尔丹托干阳警告称 如果土耳其部署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 以支持阿塞拜疆展开进攻 那么亚美尼亚将准备在纳卡地区 使用俄罗斯制造的先进战役战术导弹 伊斯坎德尔 但是阿塞拜疆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媒体 土耳其没有参与纳卡地区的任何战斗 与土耳其的高调相比 亚美尼亚的战略盟友俄罗斯 则展示出斡旋者的姿态 当地时间27号 俄总统普京向亚美尼亚总理表示 应尽一切努力阻止争端进一步升级 俄外长拉夫罗夫还分别致电两国外长 敦促双方从冲突中退出 作为欧安组织的成员 俄罗斯一直致力于 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过根据条约 莫斯科方面也有义务通过该组织 保卫亚美尼亚 好 我们再来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9号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逼近3330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00万例 伴随着秋天开学季到来 欧美多国校园的聚集性疫情 复杂而严峻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自新学期开始 英国约有40所大学 报告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数千名大学生正在隔离 近曼彻斯特城市大学 就有大约1700名学生 被告知需要隔离两周 校方在塑士园区外 曾派了保安和警力 禁止隔离期间的学生随意外出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发布的预计 你们可以享受普通的经验 英国政府公布的最新防疫指南 并没有限制学校的正常运转 但英媒报道称 部分学生不顾政策的限制 非法进行大型聚会社交活动 导致许多学校出现了具体性感染 叫一些人是担心 大学可能成为英国 第二波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目前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等高校 为自我隔离的学生 提供了住宿费用折扣和食物补贴 随着课程从线下再次转到线上 是否应该出台政策 让学生推迟返校 以及大学是否应该退还部分学费 成为多方争议的焦点 在美国 学龄儿童感染新冠病毒的比例 也在上升 美国疾控中心28号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3月1号到9月19号 也就是差不多6个半月的时间里 全美累计有大约28万名学龄 也就是岁数在5岁到17岁的 孩子感染新冠病毒 是这一期段 美国累计确诊总人数的 大约4% 从时间段来看 美国学龄儿童感染人数 从今年春季开始稳步上升 夏季激增经过几周的平台期以后 8月末开始下降 但近来 学龄儿童的单日新增感染病例数 又开始猛增 差不多达到了夏季的水平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指出 这与一些学校贸然复课 重启线下教学有很大关系 与此同时 美国媒体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校园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 在中国各地 每个上学日都是这样的 通过热成像相机筛查体温 使用洗手液洗手 每个人还要一天三次体温检查 教室里 孩子们虽然聚在一起 但是保持着安全距离 学生之间没有亲密接触 也不会去分享铅笔或书之类的东西 在中国学校就读的外籍儿童 也需要遵守这些防疫规则 回到教室并保持安全 意味着学生们需要接受一个新的现实 比如有些课要在外面上 并且要一直戴着口罩 美媒报道称 中国所采取的复课措施 包括保持社交距离 加强通风 增加洗手液口罩等储备 增设隔离室等 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数也有此类规定 但中国的执行更加坚决而严格 正是这种措施落实的力度 保障从幼儿园到大学在内的超过 2.4亿学生顺利回到了课堂 好 更多内容再来看组素栏 近日来自印度哈利亚那邦的 七岁男孩马丁·马利克 打拳的视频走红 他在一分钟内圈击沙袋500下 画面中马丁挥舞拳头 快速击打眼前沙袋 出拳速度如同开挂一般 令人惊叹 男孩父亲骄傲地表示 马丁的出拳速度 有望打破亚洲记录 27号 在瓦斯多布尔 举行了第七届胜利大型慈善军官舞会 来自俄罗斯各个舰队的代表 写舞伴应邀参加了这场盛典 舞会上 柴克夫斯基 肖邦等音乐大师的作品 先后奏响 数百对舞伴在五彩缤纷的灯光下 翩翩起舞 按照传统 舞会还上演了求婚仪式 三名官兵成功抱得美人归 随后放飞气球 燃放烟花 把舞会气氛推向高潮 加拿大机器人公司日前 在日本推出了一款自动送餐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装有托盘 还配备了3D摄像头 和用于导航的激光雷达传感机 只需简单扫描 就能够把餐厅内部情况制作成地图 自行躲避障碍物 将菜肴送至指定的餐桌 日媒称 送餐机器人的上市 有望减轻餐厅员工工作量 减少于客人近距离接触 降低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风险 27号 斯里兰卡海关表示 在有21个集装箱有害垃圾的货轮 26号启程送返英国 据发新社报道 这些垃圾总计260吨 2017年9月至2018年3月 陆续由英国运抵 斯里兰卡克伦坡后滞留港口 英国托运方声唱集装箱装有 废旧床垫地毯和毛毯 但实际包含使用过的纱布和绷带 等医疗垃圾违反关于有害物质运输的国际法 受疫情影响 韩国许多民众将无法在秋夕节前返乡团圆 为弥补遗憾 他们开始为家人选购礼品代替回家 不过像往年畅销的 含牛 火腿 水果等食品礼盒 少人问津 与疫情相关的非接触式体温器 洗手液 口罩和湿纸巾等防疫用品 则人气高涨 礼品套装也从一两万韩元到五万韩元不等 此外 按摩椅等高档健康类礼品 也成了热门选项 随着疫情再度蔓延 28号 俄罗斯警方联合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工艺监督局 对莫斯科地铁进行了突击检查 乘客出行需佩戴口罩 否则将会面临5000卢布的行政罚款 据第一频道报道 莫斯科5月实行强制佩戴口罩规定以来 已经对超过8.5万名违规乘客进行了罚款 监管人员建议民众 疫情期间减少外出 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如出门需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第二届美国南瓜大赛日前在威斯康京州落下帷幕 最终来自布里斯多尔市的夫妇 凭借了重达970公斤的巨型南瓜一举夺魁 赢得2500美元的奖金 巨型南瓜体态圆润 大小是普通南瓜的数十倍 许多人才能够环抱 花农表示 种植这些巨型南瓜并不容易 需要整个夏天的清新客户 才能让其茁壮成长 好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 央视频 新亚洲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点击收看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各位观众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